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毫不失落以连续重拳还以颜色 接下来双方马上进行了激烈又有凶猛的对拼 比赛才开始没多久孙雅东就抓住机会 一记右手重拳将阿伦茨击倒 而后孙雅东本步上去将阿伦茨压在身下 接下来孙雅东以连续凶猛的走击 重击了阿伦茨的头部 第二回要开始后孙雅东以转身后中暴击对手 结果阿伦茨马上以连续重拳外加高扫回击孙雅东 接下来阿伦茨突然猛冲过来想要将孙雅东暴摔倒地 结果却被孙雅东压在了身下 而后孙雅东以连续走击中击了阿伦茨的头部 接下来双方马上进行了激烈的地面残斗 回到战利对决后 阿伦茨又马上猛冲过来想要将孙雅东暴摔倒地 不过孙雅东的防吹动作也做得非常到位 并没有烂对手得策 最终孙雅东招出机会一记休门的走击 外加连续勾拳直接KO对手 赢下了比赛 阿伦茨也被彻底打敞了 全场比赛下来孙雅东仅仅用时不到两个回合的时间 就将对手打敞KO了 只能说我国的孙雅东真的太强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残林咬之不清的大大小头两个